毅力副总裁赵新 乳业发展要实现四大价值 12月14日 广义新能量乳制品行业峰会在北京举行 集团副总裁赵新在会上表示 今年新冠疫情的蜿蜒 为全球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但是中国乳业战胜困难和挫折 取得了一系列亮眼的成绩 这一年毅力也不断在思考 在探索 促进中国乳业更好发展的新入境 前不久董事长提出全面价值领先 从消费者价值领先 联工价值领先 企业价值领先 这四大方面出发 为企业发展谋未来 为中国乳业献力量 根据2021中国乳业质量报告 中国质量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规模养殖比例进一步提高 全素质稳不提升 国际竞争力逐步增强 这些成就的取得 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引导 离不开行业协会的支持 也离不开全行业的共同努力 乳业要实现更好的发展 就要从产品 服务 品牌形象等方面 持续满足全年龄段 各全层 各场景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深入挖掘乳品市场消费潜力 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我们一方面坚守品质 另一方面拥抱创新 另一方面 意义通过数字化转型 赋能全产业链 利用全链条覆盖 全场景渗透 全方位互动 全品类共享的数字化升级 释放数字技术对乳业发展的放大 叠加 倍增作用 不断开拓合作渠道 提升合作能力 赋能中国乳业距离式发展 一例也是国内首家签署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企业与生物多样性承诺书的企业